今天要再為大家介紹一個五星級飯店 台南精英酒店 房卡長這樣子 讓我讓它清楚一點 看一下 做得還挺好的 這裡有那個空調卡 安全措施就做得非常好 這裡還有個東西可以讓你看看外面 這裡有八樓的平面圖 我把房卡先放好 開始講解 這裡有個小鏡子 應該說大鏡子 有一架有一個高櫃子 然後這個放行李的 有這個抽屜櫃子 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 書書東西的 最讓我吃驚的就是 我第一次在五星級飯店 或者任何飯都看到一個保險箱 照講來說 那個飯店的房間應該不會造成入侵 畢竟這裡一定是八樓了 但是他做這個還挺有意思的 把這個東西放進去一下 雖然這不是珍貴物品 密碼可以自由設定 假如我設1234 按一下這個鍵 他就自動設定密碼 他就鎖起來了 然後如果想要再打開的話 就再按1234就好了 這個可以放行李還有附拖鞋 然後有個茶几有水 杯子 飲料 然後這裡有個浴缸 還有水龍頭 這裏還有這個泡澡也 然後這裡有個燈 然後 這裡有個洗手台 還有杯子 還有那個 垃圾桶 還有浴巾 這個東西跟節四日的東西蠻像的 有個葉子 廁所 高級馬桶 浴巾 是臉龐頭 然後 正式的地方在這裡 有兩個床 軟軟的 這個 鳥龍燈 然後這個 還挺有意思的 電話 這個不知道什麼便利貼什麼的 這個床燈設施 這裡有個電視 這裡有空調 隔音效果不太好 有插座 然後 這裡 藏了個東西 我怎麼聽到有BB的聲音 算了嗎 那個 然後 這裡有個桌子有附水果 有窗戶 有窗戶 沙發 然後 裝飾品 垃圾桶 再一個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抽屜 然後這個一大堆廣告類的 然後 這個床 這裡有 神經 在外面睡 在外面睡 那 講解到此完畢 到此完畢